德标西的印象派音乐 据说可以描绘色彩 味道 微风 水波 阳光 等等优微莫测的东西 这让我们非常好奇 到底声音是如何描绘味道的呢 它让我想起一部前几年非常轰动的电影 叫做香水 改编自德国作家据思金德的同名小说 香水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天才的杀人犯的故事 这个杀人犯出生在肮脏腥臭的巴黎的渔市场里面 却是一位嗅觉天才 我们普通人可以分辨出四千种味道 他可以辨认出上万种 他还可以闻到苹果里面有虫子 砖墙中藏着钱 远处走来的女人的味道 后来他在巴黎的香水师那儿做学徒 为了制作一种他心中味道最美的香水 他连续杀了十三个身上有一香的少女 收集他们身上的香味 把他们放在巨大的玻璃瓶里面萃取 场面诡异而美妙 做成了一款神奇的香水 后来这个杀人犯被逮住了 押往刑场的时候 他往自己身上涂了那种神奇的香水 这个味道迷惑了筷子手 他们顿时觉得他是无罪的 把他释放了 最后呢他把这瓶完美的香水全部淋在自己身上 香水散发的魔力让众人一拥而上 把他瓜分吞噬了 连一块骨头都不剩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十分好奇 想知道电影中的香味是如何表现的 电影又不能散发味道嘛 因此画面和音乐担当了全部的重任 尤其是音乐 先是咸乐渐强与渐弱的音响 香气在他的嗅觉中被放大 仿佛若隐若现 之后出现了一个朦胧的女生 香味渐渐阴晕 等到女生渐渐升高 你觉得这味道开始明确起来 之后一个转调 香味又游离了 咸乐的泛音 在瓷器笔伏的强弱音响中 混入风声 形象地描绘了音韵的氛围 和神奇诡秘的香味 用音乐来描绘味道 是德标系的音乐非常擅长的 它的音乐可以唤起人们的连绝 也就是通感 它有一首著名的钢琴曲 叫做《黄昏空气中的音乐和香味》 就是来自这部前奏曲集 这个标题和灵感 是来自波德雷尔的一首诗 诗中写道 白昼已经消失 但余晖人在黄昏 在天空中游荡 相愁与烦恼 化成往事的回忆 而如此情景 也将顷刻消失 当空虚的黑夜 厌恶的心绪到来时 忧郁的华尔兹 晕眩的疲倦 而这一切 却都打不动年轻温柔的心 这里讲到了 余晖 游荡 相愁 烦恼 空虚 忧郁 晕眩 这首诗是一系列 无以名状的情绪的集合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的 青春的迷惘 人生的幽冥时分 这个时候言语是无力的 而知觉却丰盛而生沉 在这首乐曲里面 音响朦胧 飘忽不定的固定音形 音乐散漫 跟随香味流转 有一个缓慢的音乐主题 时影时线 发展到了低音区 第二段又发展到高音区 称弧形 好像一阵熟悉的香味一出现 即被风吹散了 迷失在味觉中 光光光的和声里面带着水声 碎片湿的音形 摇曳的节奏 汇集成了一句诗 暗香浮动 《月黄昏》 德标记还有不少描绘色彩 味道的音乐作品 像这一部前奏曲集里面 还有《欧十男》 还有《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大家可能都听过 亚麻色呢 是一种发白的沙漠的颜色 非常轻盈浪漫 我记得我去讲座的时候 就有朋友问我 音乐中可以听出亚麻色吗 我想音乐中的音色 确实是可以描绘颜色的 比如给你两件乐器 长笛和大提琴 用哪一件描绘 亚麻色的头发 哪一件描绘黑头发 我想大部分朋友 都会选长笛 来揍亚麻色 用大提琴 来揍黑发 所以说声音是有色彩感 有温度和重量的 你觉得长笛里面 有亚麻色的轻盈感 大提琴里面 有黑发的浓厚 这里就有一种通感 或者说是连绝 你觉得红色是火热的 响亮的 而蓝色是忧郁低沉的 类似的通感 我们应该非常熟悉 因为在我们的古诗里面 通感就是一种 精妙的修词术 会通感的都是比喻的高手 往往一个字 就把那些啰哩啰嗦的描写 都给省略了 比如说人比黄花瘦 寂寞沙粥冷 黄花是瘦的 寂寞是冷的 烟波江上使人愁 烟波让人发愁 我记得钱中书先生 曾经说过 在日常经验里面 视觉听觉 嗅觉触觉 味觉 往往可以彼此打动和交通 眼耳舌 鼻声 各个器官 各个官能的领域 可以不分界限 颜色似乎会有温度 声音似乎会有形象 冷暖似乎会有重量 气味似乎会有锋芒 我们一起再来听一遍 这首著名的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选自德彪系的前奏曲集 这首乐曲的灵感 来自一首诗歌 叫做苏格兰之歌 这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清晨是谁坐在盛开的紫墓墟地上 轻轻歌唱 是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有着樱桃色嘴唇的家人 夏日明亮的阳光下 云雀的歌声回荡 爱情在她的心中滋长 在里面我们听见了 朦胧的曲调 复古的笔触 谁都知道青春是很快消逝的 但德彪系好像在描绘永恒的青春 我们听见一个东方的 五声音调的主题 流畅的旋律 微微起伏的三拍子节奏 还有平行四五度和弦 形成轻盈的氛围 我想这应该是最能体现 德彪系印象主义特点的作品之一 记得评论家克劳德·莫内曾经说 风景其实就是光波的交响曲 而德彪系先生的音乐 并非建立在一连串主题之上 而是扎根于声音本身的相对价值之中 这和那些画作异曲同工 这是由会作声的斑块 所构成的印象主义 在这部前奏曲集里面 还有不少乐曲值得细细聆听 比如说像《水妖》 我记得好多作曲家都描绘过《水妖》 拉威尔写的《清灵挥洒》 德彪系则是神秘暧昧的 他的和声游矣 肢体飘忽 暗香浮动 去向不明 他仿佛直升迷雾里 或许他自己就是一个谜 在这首乐曲里面 清淡的三和弦 如山谷中的淡紫色薄雾 里面还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 一串一串的炉笛声 此外还有《香焰火》 钢琴的演奏难度非常高 音形热烈飞扬 像焰火 还有一首叫《月落荒似》 旋律的碎片里面流露中国风格 和声透明而神秘 充分发挥了钢琴 晶莹剔透的想象力 这首乐曲呢 米卡兰杰丽的演奏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弹得雅致而适度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曲子 是最怕浪漫夸张 听过不少钢琴家弹奏德彪西 我觉得对于钢琴大师来说 德彪西的前奏曲 简直都是小玩意儿 但真正弹得好的人却不多 据说吉泽金和米卡兰杰丽 被认为是最杰出的德彪西诠释者 有评论说听吉泽金弹前奏曲 往往会觉得作曲家和钢琴家 原创作者和再创作者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弹得最像德彪西本人 而我觉得越是印象派 越是虚无缥缈的音乐 越需要内在的缜密和精确 而不应该过度渲染印象 如此美到不自知 才会把印象派弹出境界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这首前奏曲里面最著名的一首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